新竹建管口称为竹签港 从1731年清朝雍正九年到今天 已经有284年的历史 随着人潮与时间 旧港累积出多年垃圾与恶臭 今天有一场禁港活动 要来还给竹签港一个美丽的风貌 飞轮胎 废弃的捕鱼龙 还有发臭的污泥 这些黑压压的废弃物 终于成功一件件清除竹签港 这可是自1731年开港284年以来 第一次的禁港活动 200多年来我们都不曾在这里 做过禁港活动 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帆船委员会 委员及会员还有我们记者工会 大力的支持跟协助 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现场可以看到 好多的朋友都下去 为这个禁港来做努力 禁港活动发起的 帆船委员会理事长顺忠龙表示 乃辽旧港是竹市17公里海岸起点 每到假日都有很多游客 而随着人潮也带来相当多的垃圾 为此号召志工一起为旧港找到新风貌 我们就是记者工会 就是还有我们的帆船协会 还有我们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两次大队 大家就想说我们来这个 禁港的一个活动 能动员很多人 让我们的这个旧港 能再给来一个新的风貌 只有禁港活动 除了全面清除旧港内的垃圾 废弃轮胎 塑胶杂窝外 同时恢复港区美关及卫生 美联队端午龙洲竞赛 即将在旧港举办 至于让禁港活动也具异议 新唐人也带的是首次成 台湾新出采访报导